第1777章冲须 低头看一眼脚下的七彩神莲 陆叶心情复杂 一面为七彩神莲的强大感到高兴 一面又为自己措施机缘而痛心 不过仔细想想 魔童眨眼不止这一次 只要自己还留在这里 那么以后还是有机会遇到的 这么一想 陆叶心痛得稍微好受一些 暗暗决定 下次再遇到的话 一定要抓紧时间观摩 要不然雪童肯定又会被七彩神莲锁破 回复心神 陆叶转头看了看四周 所处的环境似乎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陆叶能感觉到 此刻这座奇观内部 跟自己刚进来的时候 变得不太一样了 这无疑是魔童眨眼之后带来的变化 更让陆叶不解的是 在魔童眨眼的时候 他明显感觉到 奇观某处有什么东西 与自己生出了一些若有若无的联系 可此刻却是完全感觉不到了 之前有所察觉的时候 他要查探神海内的变化 所以没太关注 可如今那联系却是消失不见了 陆叶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远方有激烈的法力波动传来 陆叶寻着方向望去 发现那的位置赫然就是方才提醒自己的老者所在之地 略意沉吟 大概有所猜想 他连忙收了布置在四周的镇旗 急匆匆朝那的方向掠去 小片刻后 陆叶便回到了老者所在的那一片区域 抬眼望去 果不其然 方才感受到的法力波动正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只不过这波动的来源并非那位老者 而是一个长了一双漆黑翅膀 有着人形体态的生灵 一族 陆叶在万象海上见过这种种族 自然知道一族天生好斗 而且形式风格极为凶残 对比其他大族 一族在外的名声不算太好 但远没到重雪二族仍仍喊打的程度 甚至因为一族天生骁勇 实力不俗 往往会成为各大势力最乐意雇佣的对象 此时此刻 这个一族正在疯狂攻击老者所在的位置 不过因为那地方已被老者提前布置了大阵 所以这一族一时半会根本奈何不得 陨石阵法上 老者盘坐并谋 催动法力维持阵法的运转 表情略有些艰辛的样子 陆叶一看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先前出现在他神海上空的血童 无疑是这座奇观内部玄妙之力的显化 正常情况下 血童不会侵入修饰的神海 可每当魔童眨眼的时候 那种玄妙之力就会笼罩整座奇观 侵入修饰神海 化作血童玄空 置换的同时还会影响修饰心境 所有身处其中的生灵都无法避免 陆叶如此 老者如此 这一族也一样 老者因为有先见之名 提前再次安置 布下大阵守护己身 这一族显然没这样的本事 此刻神海被血童侵蚀 大概已经幻觉丛生 而且这个种族本就心性暴躁 受血童之力的影响 无疑更暴怒了 他发现了老者的痕迹 继而开始攻击老者 或许他本身此刻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又或者他还有一丝清明 却没办法完全控制己身 所以小人族那边给陆叶提供的情报上才会说 换血魔童内修饰的争锋和死亡 基本都发生在魔童眨眼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很多修饰都控制不了自己 一旦彼此照面 打都是避免不了的 这个一族的实力无疑很强 此刻所展现出来的法力波动赫然也有月摇后期的程度 狂怒攻击之下 老者布置的正法径都开始摇摇欲坠 不得不说 老者有些倒霉 他有正法护持 基本可以做到在魔童眨眼期间安然无恙 这么长时间下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就算有修饰来找他麻烦 在正法的护持下也可自保 偏偏这次来攻击他的居然是个与他实力相差无几的一族 他这边一面要抵挡血童侵蚀对自身的影响 一面又要维持正法的运转 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眼见自己的阵法坚持不了多久 老者只能祈祷 血童尽快散去 否则一旦阵法被迫 他说什么也要跟这个一族斗上一场了 到时候彼此皆被血童影响的前提下 必定是得两败俱伤的下场 正忧虑间 却忽然察觉一族的攻击毫无征兆地停下了 老者不解 睁开眼睛 见得一族站在阵法不远处 背对着他看向前方 老者的视线略过一族 一眼就看到了陆叶的身影 而且他还发现 陆叶此刻静骨荡着自身法力 似是在有意挑衅 是这小子 老者无意认出了陆叶 不免有些惯惜 大半日前他就提醒过陆叶了 虽然没有说得太明白 但只要不是傻子都应该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可此刻他见陆叶竟跑到自己这边来了 便知对方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如今怕是跟一族一样 已经被血同侵蚀影响了 要不然怎会不知死活地蹦跌出来 一族会停手 无疑是发现了更好的目标 虽然万喜 可老者还是欣喜 因为如此一来 他这边就可以安然无恙了 果不其然 在陆叶的友谊挑衅下 那一族忽然怒吼一声 漆黑双翅一阵 身如闪电般朝他扑杀了过去 面上一片狠利和杀鸡 陆叶掉头就走 一族紧追不舍 眨眼不见了踪影 这一幕倒是把老者看得一愣 因为如果陆叶真被血同影响的话 此刻应该是不管不顾与一族大战起来才对 这忽然掉头就跑 明显不太对劲 这小子 莫不是抵挡住了血同的侵蚀 老者心中念头转过 一时大为惊讶 能抵挡血同侵蚀的修饰不是没有 他就能稍稍抵挡一二 只不过是借助了阵法的力量和神海中一件魂器的力量 还没办法完全无视 陆叶的法力波动在月瑶中奇的层面 可见他状态 明显被血同影响得不深 对方身上绝对有品质极高的魂器 而且他本身的神魂修为必然深邃无比 老者瞬间有了判断 不管怎样 异常潜在的危机算是解除了 而且老者也看出来了 陆叶那边是故意引走异族的 这无疑是在有意帮他的忙 心中这么想着 老者专心对抗其血同的侵蚀 这样的对抗其实对修饰是有一些好处的 可以助长神魂的成长 日后若是对敌之时 遇到有修行魂术者施展幻术之类的手段 还有一种天然的抵抗力 半个时辰后 老者再次睁眼 看到引走异族的陆叶已经归来 就落在稍远处的一块陨石上 盘膝而坐 老者冲他微微汗手 聊坐感激 陆叶心领神会 安心等待起来 那一族已经被他引得很远了 没跟对方交手 虽说凭他现在的实力 想杀那个一族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但大家无冤无仇的 自然没必要下杀手 一族是受了魔童的影响才有那些举动 并非他本心所想 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时辰 安心等待的陆叶忽然察觉 四周的环境又莫名地暗了一瞬 当即明白 魔童又眨眼了 这也意味着 魔童的另一面已经度过 重新回到了他刚进此地的时候 老者那边有了动静 他先是撤去了自己布置在四周的正旗 这才长生而起 迈步朝陆叶这边行来 陆叶有所察觉 抬眼望去 老者静止落在陆叶所在的陨石上 抱拳一礼 天情充须 见过到有 勾懈到有元首之恩 想想初见陆叶 只是因为不想对方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溜达 所以才提点了他一句 当时都懒得跟对方说太多话 谁曾想知大半日后 居然会成了对方的恩情 若没有陆叶的出现 引走的一族 他大概率会跟一族大战一场 虽说等魔童再次眨眼之后 他们会重新恢复正常 但两者实力差距不大的前提下 毫无理智的争斗 中极有可能出现无法避免的恶果 两败俱伤还算是好的 而且陆叶归来之后之安静地等在这里 并没有任何打扰他的意图 明显没有对他不利的意思 玉罗 陆叶 陆叶还了一里 如这样偶遇的情况 彼此爆出的来历 都是以星系为准的 两人各自心中盘散了一下 发现都没听说过对方所在的星系 倒也正常 星空中星系那么多 莫说月瑶 便是日照 都不敢说自己知道所有星系的名字 充须含笑道 道有年纪轻轻 却有这般修为 星系之坚韧着时让老夫汗眼 道凶过讲 陆叶谦逊回应着 我也只是借助魂器之力 与不得道友有先见之名 充须露出了然神色 就说陆叶果然是借助了强大的魂器 才能抵挡住魔童的侵蚀 顿时觉得 那玉罗必然是个极为强大的星系 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重宝 知识自己太过孤陋寡闻 不曾听闻 道有等在此处 应是有什么想问的吧 充须笑盈盈地望着陆叶 听他这么说 陆叶也不在兜圈子 便直言道 确实 其实我想知道道兄是否有能力 感知魔童什么时候会眨眼 充须心说 果然是这个事 他之前提醒陆叶的那句话 无疑让陆叶上了心 身处这样的奇观内 若有微博先知之能 无疑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第1778章寻觅 陆叶找充须打探此事 倒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 奇观内玄妙所化的血童虽然了得 却也挡不住七彩神莲之威 这一点已经印证过了 所以陆叶就算什么都不做 只需等待片刻 七彩神莲也能破掉侵蚀自己神海的血童 让自己安然无恙 找充须打探他的手段 陆叶只是想提前做一些准备 他对血童之中暗藏的灵闻可是很上心的 换作旁人问 充须必然不会理会 可继承了陆叶的恩情 倒是不好隐瞒什么 而且他那手段旁人也效仿不来 当即开口道 老朽确实有些手段能够提前赶知 不过并不准确 陆叶问道 道兄可否教我 当然 我可以付出一些酬劳 充须摆摆手 非老朽不愿叫 知识这的手段旁人效仿不来 道有请看我的忧眼 陆叶立刻寻声望去 视线索急 只见充须的右眼忽生一些古怪的变化 正常人的眼睛是眼白包裹着黑瞳 充须的右眼本也是如此 但随着他话音的落下 却忽然全部泛白 不见一点黑色 看起来极为诡异 充须眨了下眼 泛白的右眼又恢复了正常 不瞒小友 老朽这只右眼生来奇异 为修行时所见之物就与常人不太一样 入了修行界 老朽以此为平 修了几门铜术 当然 感知魔童变化并非那几门铜术的原因 而是每当魔童快要有所变化的时候 老朽这只右眼会隐隐发痛 时间越近 痛得越是厉害 所以老朽才能提前知道魔童什么时候会眨眼 陆叶恍然 就说小人族收集了这么多年这座奇观的情报 都没有手段辨别魔童眨眼的时机 自己随便遇到一个充须居然就有这样的手段 原来是人家的右眼天生神异的原因 而且老朽并不能完全感知 诗次当中 差不多有一半时候是察觉不到的 但每一次右眼有变的时候 魔童必定要眨眼了 此前见到道友的时候 正是老朽有所察觉之际 陆叶这才明白过来 这果然不是能教导的东西 道也不是很失望 这种手段他若能掌握 当然可以占据一些先机 掌握不了也影响不大 当然 如果非要占据先机的话 道是可以选择与充须同行 如此一来 他一旦有所察觉 陆叶就能知晓 但素不相识的两人 不可能因为一点点焦急就真的掏心掏肺 这样八道友 充须想了一下 提议道 不若你我互相留个音符印记 如此一来 老朽有察觉的时候 可以传讯与你 道友也可早做准备 可以啊 陆叶当即点头 取出了音符 少请 两人互留了音符印记 充须又叮嘱他道 这终究是奇观内部 所以音符传讯的距离限制与外界不同 道友若是距离我太远的话 老朽就联系不上了 我一般就在这片区域内活动 若有变化会提前告知道友 有劳道兄 陆叶道谢一声 充须形势还是很细致的 想了想又问道 道兄 你在这里多久了 充须抚须一笑 应该有三十年了 年轻的时候追求实力的成长 服用了不少灵丹 有一些单独顽固 寻常手段无法解决 只能寄希望于此 另外 此地魔童眨眼的时候 还可脆练神魂之力 对晋升日照也有些许帮助 三十年 陆叶唏嘘不已 他修行至今 也没这么多年 不过修是修行 修为越高 在某一个境界停留的时间就会越长 三十年对他来说很漫长 对充须来说 虽然不短 但为了日照 也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看他样子 或许还要在这里停留更长时间 陆道友 年轻是本钱 但不可太过追求修为境界的提升 一时的急切冲动 待到老时 可能要花费千百倍的代价来弥补 充须与重心长 明显是见陆叶年纪轻轻就有了这般修为 误以为他吞服了大量灵丹成长起来的 受教了 郭谢道兄提醒 陆叶点点头 接下来 他找充须打探了一些情报 着重问了问他 在这器官内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他感到奇怪的事 充须没做隐瞒 有什么便说什么 大多都是没什么价值的情报 或者是陆叶已经从小人族那边知道的情报 唯独有一件事让陆叶感到在意 十多年前 魔童眨眼的时候 曾有两个修士在冲须附近激烈争锋 打得不可开交 这种情况他一般是不会干涉的 而且这种时候他基本都在自己布置的阵法区域内抵挡血童的侵蚀 一般来说 争锋的修士若是分不出胜负 在血童入侵之后就会恢复理智 继而罢首 但那一次的情况却有些诡异 冲须的感知中 那激烈争锋的双手在某一个瞬间气息忽然消失了一干二净 他本以为那两个修士是同归于尽了 结果等他安全了前去查探的时候 却发现那片争锋的区域内根本没有尸体的存在 倒是打斗争锋的痕迹留下不少 陆叶新知冲须前去查探是假 摸尸才是真的 并不点破 知识问道 那两位争锋的地方超过了道兄的感知范围 冲须摇头道 绝不可能 那的位置距离老朽所在虽然不近 但还没有超出老朽神念探知的范围 他们的消失很古怪 就是一瞬间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 这座奇观内 确实有很多修士无缘无故失踪了 这个事录夜道时之道 因为小人族的情报中有记载 小人族对此是有推测的 那些失踪的修士当中固然有与人争锋战死的 但肯定有一部分是无意间接触到方寸山核心的 方寸山玄妙至极 外表看起来并不大 内部却有一整个世界 哪怕它一分为三 这个玄妙也没有改变 既如此 那遗失的方寸山核心 必然也保留了这个特性 换句话说 它是核心没错 但它的内部 绝对有一方世界 如果有什么人不小心接触到了这个核心 那么就有可能落入那方世界中 小人族这无数年派遣过来的外族月瑶 绝对有陷落其中无法脱困的 冲须在十多年前所感知到的那两个莫名消失的修士 恐怕也是这个遭遇 要不然冲须不可能毫无发现 探听到此事 陆夜顿时来了新智 连忙朝冲须打探了一下那两个修士失踪的具体位置 冲须文言开考道 那的位置距离此地有些遥远 之说的话有些不清楚 老朽带你过去吧 他看出陆夜不是无缘无故探听这些 应该是有什么事 只是他猜想陆夜可能有什么长辈在这里失踪了 想来查探下具体情况 成人恩惠 给陆夜带各路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就多谢道凶了 陆夜感激不尽 没弄错的话 方寸山的核心应该就在那的位置了 当下两人启程朝一个方向飞去 这座奇观内 有大量陨石充实其中 所以道士不好驾驭新周前行 肉身横渡的话还会更快一些 沿途所过 陆夜有一句没一句地 与冲须闲聊着 希望能打探出更多的情报 可惜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收获 道士冲须 不时地能从某块陨石或者一片奇异的粉尘中收集到成形的灵域和灵精 他在这里三十多年 早年带来的灵域灵精之怕早已消耗干净 好在奇观内部不缺这些东西 过多收集 满足自身平时所需 问题不大 如此前行数日之后 冲须定下身形 左右观桥了一阵 这才开口道 应是这片范围没错了 不过道友应该知道 奇观内的环境并非一成不变的 所以老朽只能有个大概的判断 无法太准确 陆叶点头表示理解 那么道兄估算 误差大概有多大 方圆三千里都有可能 冲须回到三千里 这可不是一个平面的三千里 而是一整个完整空间的三千里 这个范围就大了 哪怕平陆叶如今的实力 想要将这方圆三千里范围翻个遍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不谢道兄 冲须汗手 若遇难事 传讯老朽即可 老朽这边若有感知 也会提前告知 冲须很快离去 没提出要留下来帮忙的事 他都不知道陆叶要做什么 贸然提醒 可能犯了忌讳 即可离去是聪明人的做法 待冲须离开 陆叶这才定了定心神 然后他屈指一旦 五滴宝血飞出 化作他的模样 陆叶又催动天赋术的威能 凝炼出了天赋术分身 一本尊 六分身其聚于此 干活干活 陆叶一声令下 六道分身分略四方 仔细寻觅起来 每一块陨石 他都没有放过 因为考虑到 可能是方寸山的核心 贸然接触会陷落其中 所以陆叶都是 远远催动法力直接攻击 寻常陨石 肯定挡不住他的手段 直接被打爆成机粉 若有哪一块陨石 没有被打爆 那必然可疑 就有可能是陆叶所寻之物 第1779章遥香呼应 一月时间一晃而过 陆叶忙碌不停 直到一月之后方才罢首 他立于虚空之中 眉头紧皱 这一月功夫 本尊连带六道分身几乎将这方圆三千里之地翻了个底朝天 所有陨石和可疑之物都被打爆 直接让这一片范围成了名副其实的真空地带 可让他失望的是 一月忙碌 根本没有任何发现 他本以为方寸山核心应该就在这片范围 结果却跟他想的不太一样 冲须提供的情报应该没问题 倒不是说陆叶有多信任他 而是冲须没必要在这种小事上欺骗他 那么问题在哪 陆叶猜想或许是冲须记错了位置 可仔细想来 又不太可能 人家好歹是个月瑶 十多年前的誓媒道理记错 要么就是当年在这里莫名消失的两个修士的失踪 原因可能跟他想的不一样 并非无意间接触到了方寸山核心 而是有的别的什么原因 当然 还有一种可能 他猜想的没错 只不过过了十年之久 原本流落在此地的方寸山核心 因为某些原因 飘到别处去了 这些日子下来 他发现这座奇观内部的陨石和浮路 并非一成不变的 有时候会因为修士们的行动而发生一些变化 他决定扩大搜索范围 毕竟就眼下来说 从冲须哪里得到的情报 是唯一可以深挖的 呼呼又数日后 陆叶这边正在忙碌时 音符忽然震动起来 他先是一争 紧接着反应过来应该是冲须在联系自己 毕竟这种地方除了他 再不可能有人传讯过来了 取出音符查探 果然是冲须传讯 告知他魔童又要眨眼了 这无疑是充须有了察觉 按照之前的约定 提前知会他 陆叶回了一道讯息道谢 这才收回自己的诸多分身 寻了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静心等待 搜寻方寸山核心是此行的最大目的 但这是眼下来看 难度有些大 陆叶没有十足的把握 只能尽然是 听天命 但魔童眨眼期间 那映照在神海上空的血同灵纹 却是实打实的好处 若是能参悟明白 此行就算没找到方寸山核心 也不算毫无收获 安心等待间 又过了大半日 四周环境漠然黑了一瞬 一如上次 随着这一瞬间的黑暗之后 陆叶明显感觉到 奇观内部有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 那种被什么人暗中注视的感觉 在此生出 一并出现的 还有那种奇怪的联系 似乎在遥远的位置处 有什么东西与自身遥相呼应 上次魔童眨眼的时候 陆叶就有这种感觉 只不过当时他将心神沉进了神海中 等到神海中的血同被七彩神连锁破之后 这种冥冥中的联系也消失不见了 搞得他无从查探 没曾想 如今这种联系又出现了 他不由抬头眺望远方 很是好奇 这奇观内部到底有什么东西与自身遥相呼应 为什么每次都是在魔童眨眼的时候才出现 这种联系是他独有的 还是说所有身处此地的修饰都有 更让陆叶感到疑惑的是 这次联系传来的方向跟上次截然不同 完全是两个方向 这也就意味着 奇观内若真有什么东西与他有联系的话 这个东西在这段时间内有了很长一段距离的移动 心中念头转过 陆叶有了决断 血同灵文的参悟机不可施 是必须要做的 可这种奇妙的联系陆叶也想打探清楚 他当即分出一部分心神 沉进神海 观摩血同灵文 同时身形晃动 顺着那联系的方向朝前掠去 受血同灵文的影响 他的眼前不断有各种幻觉呈现 又破碎 周而复始 同时心中莫名涌出一股利器 整个人的心情都变得烦躁无比 恨不得现在找个什么人打上一场 他自然知晓这是血同带来的影响 也没去刻意压制 因为用不了多久 七彩神连就会破了血同 到时候他就能摆脱这种影响了 行进间 法力骨荡不休 好巧不巧地 附近正好有修饰存在的痕迹 感知到他法力的波动 立刻迎头拦了上来 陆叶压抑着心中的躁怒 本不欲与人起什么纠纷 一来不想浪费时间 二来大家无冤无仇的 没必要发生冲突 可一见拦路修饰的模样 便知自己不用再压制什么了 因为从前方拦截过来的 居然是个虫族 这家伙虽有人形体态 可身上虫族的特征威势太过明显了 体表出一层白色的甲壳包裹 好似骨头长在了外面 身形干瘦 双臂齐长 行动如风 手中一把骨质长刀 刀锋支上细细密密的锯齿 两只眼睛看起来极为古怪 明显有虫族独有的复眼特征 陆叶看到这虫族 立刻就想起自己曾经杀过的那些螳螂虫族 那些螳螂虫族如果有足够的成长 化作人形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对方的修为还很不错 一身法力波动 甚至比冲须还要雄浑一些的样子 冲须的真实修为应是月瑶巅峰 因为他在为冲击日照做准备 只不过在这器官内受到环境的压制 才知展露出月瑶后期的程度 可这个虫族展现出来的底蕴比起冲须 还要强大一些 这就有些不太正常了 陆叶立刻反映过来 对方怕也是曾经参与过轮回数争锋 并且在太初镜中得到过好处的 就跟他一样 对方并不受这座器官环境的压制 倒也正常 除了他参与的那一次 虫学二族基本上每次在太初镜中 都能有胜出的名额 魔童眨眼期间 这个虫族的理智明显受到了影响 狂吼着扑略到陆叶镜前 手中骨刀上灵光闪动 狠狠一刀斩了下来 这一刀之下 空间似乎都被切开了 刀锋锁过 斩出一道黑线 陆叶拿有功夫与他纠缠 在血童灵文被七彩神连破去之前 他的尽可能地接近自己想要查探的目标才行 而且他此刻也受到了血童的影响 本身情绪很是暴躁 所以面对这一刀 根本不做犹豫 谈删刀出鞘之时 把刀斩之威已经激发 说起来这还是他晋升月瑶中旗之后 第一次与人真正意义上的交锋 对手的实力很强 正好可以检验一下自身实力的成长 月瑶前旗的时候 他就曾用把刀斩斩伤过月瑶后旗 如今月瑶中旗了 这一刀的威能比起之前更为凶悍 刹那间的光滑 映照偌大一片虚空 虫族月瑶的视野都被遮掩了 生死间的危机本能让他匆忙掉转刀锋架挡 同时身形急速往后退去 法力碰撞 距离习致 虫族知觉胸口处一疼 受血童影响造怒的情绪陡然清明了一瞬 站定身形 低头望去 只见一道巨大的伤口从腹部延伸至肩甲 自己一个月摇后旗竟险些被人家一刀分尸 虫族一头冷汗直冒 眼见陆叶得势不饶人 气势汹汹地压迫过来 当即探手在虚空中一抓 另外一把一模一样的骨刀出现在手上 旋即他拿定身形 一刀向天 一刀横举 星红的眸子变得专注 倒影着陆叶的身影 下一瞬 骨刀斩出 追击而来的陆叶在对方取出第二柄骨刀 又摆出了那样奇怪的姿态后 莫名有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 类似的场面 他在新秀的时候可是面对过无数次 念头转过的同时 虫族骨刀已展落 与此同时 身形也开始随之转动起来 一刀快似一刀 一刀重欲一刀 眨眼功夫 虫族的身形仿佛化作了一个陀螺 所在之地化作了一片刀刃风暴 席卷偌大虚空 如此狂暴攻势任谁都不能无视 但凡身处其间者 都必定要被这一场刀刃风暴所席卷 但凡有一刀挡不住 就会被斩成鸡粉 连完整的尸体都不会留下 陆叶整个人就像是狂风走浪之中的独木舟 随时都有轻浮的风险 然而随着盘山刀轻飘飘往前一刀之刺 狂暴的刀刃风暴忽然停了下来 周身激荡的法力也随之溃散 那虫族月瑶浑身僵硬地站在原地 手上依然持着自己的两柄骨刀 低头望向刺穿了自己心房的盘山刀 再抬眼看看站在他身前的陆叶 口中蹦出三个字 不可能 这一招祖上传承下的无上秘术 杀伐至强 自修行至今 他借助这一刀秘术不知斩杀了多少强大敌人 甚至有过不少倚若胜强的壮举 面对陆叶一个月瑶中期 他催动这样的手段已是狮子薄吐用了权力 可怎么也没想到 无往不利的秘术 竟然被人家这么轻飘飘地给破解了 而他却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对方是在他刀势催动起来之前破解的 那还可以理解 可他的刀势已经完全催动了 哪怕是实力胜过他的 也不可能破解的这么简单 震骸 惊怒 难以置信 诸多复杂情绪在心中焦急 虫族感受着自己生机的流逝 拼尽全力举起鼓刀 对着陆叶斩下最后一刀 然而陆叶怎会给他这个机会 法力催动间 弹删刀一阵 虫族体内瞬间千疮百孔 斩下来的这一刀也变得轻飘飘没了力道 被他轻松躲过 第1780章找到了 针锋之地 虫族月瑶的尸体横根 陆叶已经远去 这个对手死了其实有点冤枉 因为他最后关头施展出来的 居然是大风车秘术 陆叶早在当初修行这道秘术的时候 就曾经想过 虫族那边会不会也有这道秘术的传承 毕竟创出这道秘术的清堂 就是出身虫族 之不过迄今为止 陆叶一直没遇到过 直到今日 被手摆出那个姿态的时候 他就瞧出那是大风车秘术的骑手式了 换作别的月瑶 想要破解这一道秘术 除非在对方刀式催动起来之前动手 否则根本没有机会 可陆叶曾被清堂斩杀过无数次 论在这一道秘术传承的修行 他自问不比对手差 自然知道这一道秘术的种种玄妙 想要破解就变得很简单了 当然就算他不曾修行过这一道秘术 也只需施展纵略术 远远拉开距离 等到对方刀式收镜 同样可以轻松收割 这种秘术施展出来 被自身的负荷是很大的 备手哪怕是一个月摇后期 也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 沿途的波折 耽误了差不多二十席时间 他在收了对方的两饼骨刀和除雾借后 便再次踏上了前行的路程 又过一阵 他眉头皱起 心境上的种种负面 在这一瞬间一扫而空 雪童被七彩神连破开了 雪童灵魂的观摩有了一些进展 但进展不大 照这样的进度 陆夜估摸着自己想完全参悟透雪童灵魂 还得经历二三十次魔童眨眼才行 这可要耗费很长一段时间 魔童眨眼完全没有规律可言 就算以后每个一月来上一次 二三十次 也要两年之久 若是三五月来上一次 那时间就更久了 关键是雪童被破了之后 那种若有若无的联系也中断了 不过陆夜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循着之前的感应朝前飞略 在他看来 这种联系虽然中断 可源头必定还在这个方向上 这样找过去 说不定能有什么发现 他不确定那个源头是否如自己猜想 可这终究是一个机会 如果真如自己猜想 那么有一个问题的不到解释 为什么这个源头会跟自己摇相呼应 难道是因为自己体内瘟养的三道红符 这三道红符是出自小人族之手 若是因此而与那位之源头有了联系 好像也说得过去 因为在陆夜的猜测中 那位之源头就是方寸山核心 可终究还是很勉强 因为以往被小人族派遣过来的外族月瑶 身上必定也有小人族似语的灵符 可能不会有三道红符这么多 一道总是有的 也没听哪个反馈消息的外族月瑶 提起过类似的事 可如果不是红符 那能是因为什么 陆夜又想起了苏玉清 与这个女子合和之后 她身上就沾染了小人族的气息 她甚至练化过一部分属于苏玉清的修为 所以当年她才能以人族之身 参与黑渊炎武 方寸山是孕育小人族之地 自己身上有小人族的气息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像也不对 苏玉清说过 方寸山的核心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一直在躲着小人族 所以早期的时候 小人族月瑶前来这里寻觅 都是一无所获的 逼不得已 他们才会找外族月瑶处理此事 结果外族月瑶们同样没什么收获 结果还失踪了一些 如果单纯是因为小人族气息的原因 导致了这种瑶香呼应 苏玉清梅道理不提这个事 想不明白 只能寻觅到源头查探 这源头到底是不是方寸山核心 找到就知道了 他其实还疑惑一件事 那就是方寸山核心 为什么会躲着小人族 按道理来说 主动接纳还来不及呢 毕竟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小人族整个族群 都是自方寸山中孕育出来的 好多疑惑的不到解答 一路前掠 一无所获 直到数日后 正沿途寻觅的陆叶摇摇 察觉到有什么东西 正在朝自己这一片区域逼近过来 对方没有生机 应该不是活物 速度也不是很快的样子 他神念放出查探 很快便察觉到 那是一块油水缸大小的陨石 看起来并不起眼 放眼这器官内随处可见 这陨石应该是被什么力量带动了 正在这座器官内飘动 这种情况很常见 陆叶之前遇到过好多这样的陨石 所以并未在意什么 知识习惯性地看了一眼 陆叶没想到 这一眼居然看出麻烦来了 几乎就在他关注到这块 朝自己迎面掠来的陨石的同时 心中忽然警罩大声 莫名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萦绕心头 陆叶当即顿住身形 同时警惕四方 他还以为这四周有什么强人埋伏 而能让他生出这种危机感 甚至让他查探不出痕迹的强人 实力肯定很强 就在念头这么转播的时候 他突兀地发现 那朝自己飘来的陨石 速度不合常理地暴增许多 眨眼就到自己面前几十里处 紧急着一股莫名的玄妙之力跌宕而出 虚空中连依四起 瞬息间以那陨石所在为中心 覆盖四方 几乎是在那玄妙之力跌宕出来的同时 陆叶就朝后盾去了 下一瞬 他的眼睛瞪大了许多 因为随着虚空连依的湮灭 陨石四方几十里范围内 所有东西都凭空消失不见 就好是被那陨石给吞了一样 陆叶一阵后怕 幸亏他反应够快 否则方才那一瞬间 连他都要被吞掉 尽管他不清楚这样被吞会有什么后果 但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眼见陆叶无恙 那陨石速度再快几分 竟直直地朝他掠来 陆叶大惊 这是冲自己来的 他不敢确定 当即身形盾开 从一侧掠去 毫不起眼的陨石同样调转方向 紧随其后 那神奇的玄妙之力不时跌宕 锁过之处 大片大片虚空成了真空地带 片刻后 陆叶终于确定了一件事 这陨石果然是冲自己来的 因为他无论怎么调整方向 对方都紧追不舍 明明是一件没有任何生命气息 看起来随处可见的陨石 居然拥有如此玄妙之能 陆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找到了 这明显就是方寸山的核心 老实说 他没想到自己此行会这么顺利 因为古往今来 小人足为这件事已经耗费了太多时间 人力精力和物力 可迄今为止都没有太大进展 陆叶此来 一时苏玉清亲自跟他提了这事 二也是想着若能找到方寸山核心 便可让方寸山在玉罗融合成为玉罗后盾 可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此行一定可以成事 早已做好了空手而归的心理准备 所以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居然真的找到方寸山核心了 或者说是方寸山核心找到了他 之所以判断出这是方寸山的核心 自然是因为他古怪的吞噬之力 方寸山核心内部肯定有一方世界 那些消失的东西看似被他吞噬了 实际上应该都是落入核心内部的世界去了 他之前生出感应的源头 必定也是核心无疑了 其实这种感应 在一月之前就已经有了 知识陆叶当时沉浸在参悟血童灵文中 没有太关注 他不关注 方寸山核心却会关注 所以一月之前 这核心就在找他了 知识那种联系断了之后 核心也无法准确寻觅他的踪迹 这才漂流到另一个方向去 数日前 随着魔童眨眼 那种联系在此出现 他在赶路的同时 核心也在朝他这边赶来 可以说是双向奔赴 直到此刻在这个位置相遇 陆叶没能第一时间看出核心的本质 核心却能察觉到 所以趁着陆叶猝不及防之际忽然下手 要不是陆叶见机的快 这回已经被吞进核心世界了 果然 这块核心有自己的灵质 有灵质 那就意味着可以交流 陆叶一边往前顿逃 一边神念传音 欲罗陆叶 受小人族苏玉清张昆等委托 前来此地寻觅遗失核心 三部方寸山分裂已久 盼望能早日融合一统 光复先辈荣耀 传音了好几遍 陆叶无奈地发现 追击他的核心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副要跟他不死不休的架势 陆叶哭笑不得 万美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居然会这样的东西追杀 他不敢停下 甚至不敢让核心距离自己太近 因为就方才看到的种种来看 一旦距离核心太近 肯定要被吞进他的内部世界中 到时候会是什么局面就难说了 最理想的状态 当然是他能与核心的灵智有所交流 安全将他带出这里 可对方完全没有理会他的意思 陆叶就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核心为什么会跟自己有感应 为什么会盯上自己 既有灵智 为何不愿跟自己交流 心念转动间 陆叶抬指一眼 指尖上一抹红光绽放 继续传音 这是小人族日照在我灵行之前赐下的红符 你若有灵智 应该能认得出来 话落之时 陆叶明显感觉到追击他的核心顿了一下 他心中大喜 有戏 第1781张核心世界 几乎就在陆叶有所期待的同时 核心化作的陨石又提速追了上来 陆叶倍感无奈 这核心给他的感觉有点油颜不尽的味道 而且对他的传音不做丝毫回应 追逃依然 陆叶被ID发现 自己的速度竟没有核心快 继续这样下去 早晚会被追上 而就方才核心所展现出来的威能来看 一旦靠近他一定距离就会直接被吞噬进内部世界 陆叶不敢冒这个血 略意沉吟他抬起一手 指尖上一滴宝血倾出屈指一弹间 宝血便朝一个方向飞去 他准备借助宝血分身和虚空灵纹来摆脱核心的追击 类似的手段他以前施展过很多次 每每都能让他在墙底手下逃出生天 不过以前他大多借助的是玉器 如今动用宝血分身无疑更方便一些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举动会引发更大的变故 随着宝血被弹出 原本朴实无华 就好像一块随处可见的陨石的核心上 忽然红光大放 刹那间变成了一块血石 如果仅仅知识这样也就罢了 关键是核心化作血石之后 竟有一股神妙威压弥漫而出 这种神妙威压并非实质 但给他的感觉却无比熟悉 陨叶不由露出惊恶神色 与此同时 本就速度不慢的核心 这一瞬间速度暴涨 眨眼功夫抹平了与陆叶之间的距离 那恐怖的吞噬之力席卷四方 方圆百里范围内 所有粉尘 陨石 连带着陆叶和被他弹飞出去 没多远的宝血 在这一瞬间消失的一干二净 虚空归于平静 血色光滑慢慢消弥 核心恢复了原样 哪怕有修饰从附近路过 也绝看不出他有什么奇特之处 颠颠倒倒 晕晕呼呼 陆叶之觉自身在不断坠入一个无底深渊 永无止境 虽然过程不算美妙 但本心并不慌张 因为如果他想的没错 自己现在其实没有太大的危险 只是自己被核心给吞噬了罢了 换句话说 他等会大概会出现在核心内部的世界之中 这样的坠落中 各种念头在脑海中不断翻涌 结合自己方才的一些经历 许多事情他忽然明悟 他催动起自身法力 又给自己加持了御守灵文 护持周身 也不知过了多久 没有光亮的视野忽然变得一片烟红 紧接着一整个世界的气息包裹几身 不过还不等陆夜有什么动作 便后背一通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直接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好在他体魄强悍 这样的衰击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四周尘埃四起 陆夜没有急着起身 只是定定地望向阴霾的天空 还活着 这就意味着他之前的猜想是对的 被核心吞噬了之后 其实没有性命之忧 只是会落入核心内部的世界之中 脑海前所未有的清明 终于弄清楚 之前许多想不通的疑点了 此前苏玉清跟他说 方寸山的核心 似乎是在有意躲着小人族的月瑶 这让他很疑惑 因为按道理来说 方寸山核心若真有灵志 理当亲近小人族才对 哪怕不亲近 也不至于故意躲着 如今他明白 这种有意的躲避是方寸山核心 对小人族的保护 因为他不希望小人族 与如今的自己有什么接触 一切的根源 都在于核心的变化 这块核心 有写族的气息 而且是极为高贵的写族的气息 学祖 方寸山会分裂 是因为学祖有意这件星空至宝 所以在很多年前率领麾下写族 被方寸山发起了进攻 那一战最终结果如何 陆叶不清楚 这是就眼下的情况来推断 学祖虽然将方寸山打得分裂 可并没有达成心中所愿 绕是如此 方寸山的核心 也被学祖的圣血沾染了 这一点 从方才核心追击他时 核心忽然化作血时的变故 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核心化作血时的时候 明显有一股让陆叶 无比熟悉的威压弥漫出来 那是写族独有的圣性 其他人感觉不到 陆叶却能察觉 毕竟他练化过很多圣血 自身也有极为深邃的圣性 以前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血族 哪怕修为高过他 在圣性这方面连给他提血都不配 就拿马上司来说 一个月摇巅峰的圣性 连陆叶的零头都比不上 一滴宝血就能将他收为血世 可方才那一瞬间 核心所化的血时钟弥漫出来的圣性 便连陆叶都望尘莫及 若他真是个血族 那圣性弥漫之下 他连动跟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他一身圣性 都凭借天赋树炼化了无数圣血的来的 这世上还有哪个血族 能在圣性上与他相提并论 唯有血族的源头 那已经死去的血族 在这个领域才能超过他 方寸山分裂 核心被血族的圣血侵蚀沾染 这一点倒是说得通 但核心的灵质明显还存在着 所以小人族的月遥来此 根本不会有任何发现 核心也怕小人族将他带走 若如此 那三部方寸山一旦融合 整个小人族都要被牵连其中 陆叶也终于明白 自己与核心之间为什么会遥相呼应 甚至核心在有一地寻觅自己了 因为他有血族的传承 所以沾染了血族圣血的核心 才能感应到他的存在 核心是被血族分裂出来的 他应该极为痛恨血族 所以才会在感应到他的存在之后 切而不舍地追击 核心明显将他当场血族了 至于陆叶之前种种传音 核心在陷入为主的判断下 肯定不会相信 想明白了这些事 陆叶立刻意识到 小人族想寻回核心 让分裂的三部重新融合的计划 怕不好办了 想做到这一点 他首先要想办法离开这个世界 其次的解决掉青石方寸山的血族圣血的问题 后者的话 他凭借天赋术的威能 或许可以是一下 所以摆在他面前的问题 只有一个 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这事应该不好办 陆叶估摸着 古往今来无意间陷落核心世界的修士 绝不止自己一人 可根本没见有人透露过这边的信息出去 恐怕都一直被困在这里 定定地望着天空 阴霾覆盖 关键那浓厚的阴霾竟是烟红的色彩 而不是他认知中的墨黑色 他甚至能从那些烟红的阴霾中 感受到了不算浓郁的血族气息 感知中 忽然有数道气息正朝这边飞快逼近 个个都实力不弱的样子 果不其然 核心世界内是有不少被困修士的 自己从天坠落的动静不小 想来是惊动了附近的修士前来查探 这些修士在距离他只有十几里地的地方停了下来 并没有再靠近的意思 倒不是忌惮他 而是互相之间有了掣肘 一道道神念探了过来 查探他的情况 很快 有一个雄魂的声音响起 没死 还活着 可能摔萌了 另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紧接着响起 此子 老夫要了 那雄魂声音立刻再次响起 明显不满 王太生你可要点脸吧 这里明显距离老子洞府最近 凭什么你就要了 苍老声音道 就凭老夫是人族 他也是人族 雄魂声音失笑道 人族 到了这里只有一个种族 你现在好意思提自己是人族 你出去看看 哪个人族会认你 苍老声音沉默了一下 雄魂声音再次开口 按之前说好的规矩来 他落在老子洞府附近 那就是我的 按规矩来没问题 一个苏软又好听的声音响起 应该是个女子 这里距离我们姐妹洞府也很近呢 是不是也可以算作我们的 雄魂声音怒道 上次你们已经得了一个 这次还要 要不然以后所有落在这附近的都给你们好了 那苏软声音嘚嘚一笑 道兄若是愿意的话 我们姐妹感激不尽 你怕是在想辟吃 苍老声音又开口道 两位 他既是人族 还请将他交给老夫 老夫感激不尽 雄魂声音怒骂道 少拿人族说是 你看上的是人家带进来的资源 你还能看上他这个人 三方争论不休 吵闹不止 吵死了啊 略带不满的声音从三方中心处传来 争论的几个修士起起扭头望去 只见那坑洞中 一道年轻的身影慢慢站起 拍拍身上的灰尘 不过对方的目光并没有看向他们几个 而是一直盯着天空 见得此景 几个修士都知道陆夜在想什么 因为他们流落到这里的时候 第一时间都是有这样的想法 雄魂声音的主人抱起膀子 一副看好戏的架势 苍老声音的主人眉头为皱 有心体点一二 可也知道口说无凭 有些挫折不经历以下 是难有认同感的 几个修士瞩目中 陆夜果然冲天而起 试得月瑶中旗 雄魂声音响起 判断出了陆夜的修为 同时面露喜色 月瑶中旗的话 身上带的资源应该不会太少 视野中 陆夜的身影已没入那烟红阴霾之中 不见了踪影 很快 自那阴霾深处 传来了法力跌宕的动静 第1782章 这是个误会 我的十九 陆夜又从阴霾中冲了回来 无他 那浓厚阴霾的后方 有一层无形的屏障 阻挡住前路 他施展诸多手段 想要破开这层屏障 却是根本无力撼动 新之情况跟自己想得差不多 落入核心世界 想出去就难了 那屏障 无疑是这一方世界 隔绝内外的屏障 除非他有打破这一整个世界的力量 否则休想破除 或许可以找核心的灵智谈一谈 陆夜心中这么想着 此前他传音核心 对方不做丝毫回应 如今他已经被困此地 只要证明自己不是写族 那么核心应该会给予回馈的 核心这边痛恨的是写族 而他却是又是受小人族日照所托来此 天然有清净的优势 打定主意 陆夜抬头看了看 聚集在自己身边的修饰有四个 一个榜大妖元 一个面容苍老 精神到还算绝朔 还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并肩而立 那榜大妖元的看起来像是人族 可从方才这几人的对话来看 他应该不是人族 具体哪个种族陆夜就看不出来了 星空中 其实很多种族从外表看起来 跟人族是没什么区别的 至于那的老者 应该是人族没错了 两个女子的话 细袭冰寒 皆都白发如雪 甚至就连肌肤都雪白无暇 陆夜隐隐觉得 这两个女子应该是雪族 雪族是星空中的小族 族人数量不算太多 不过比起人鱼族 妖精族要好得多 跟五行灵族的规模差不多的样子 陆夜在万象海带了这么长时间 各种族的修士基本都算见过 雪族自然不衍生 应该可以跟这几个修士打探一下核心世界的情报 这是他如今最需要做的 不过听他们之前的对话 想做到这一点的话可能不太容易 陈思坚 那抱着膀子的雄壮男子开口道 小子 不管你来自哪里 什么身份 到了这里都要斩断过往 明白吗 陆夜知境静地望着他 雄魂男子皱眉 怎么有点傻里傻气的 算了 跟你说不明白 你先跟我回洞府吧 有时间我再与你细说 话落实 变探手朝陆夜抓了过来 陆夜眨眨眼 没有动作 不过就在雄壮男子即将抓住他的时候 一只哭老手掌从旁拍了过来 旋即人影一闪 拦在了陆夜前方 雄壮男子皱眉 王太生你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王太生不为所动 事情没有谈好 道友便急着出手 怕是不太好吧 谈你姥姥 雄壮男子怒骂一声 明显也是个脾气暴躁的 一言不合 便直接对王太生动起手来 两人皆都是月瑶后期修为 这一打起来 法力翁名席卷 陆夜顺势往后飘退了一段距离 不过他看了一下 便知无论是王太生还是雄壮男子 都没有动真格的 明显留有余力 好像是在防备什么 很快陆夜就知道他们在防备什么了 因为就在此时 那两个雪族女子居然一左一右朝 他掠了过来 好像是想趁王太生与雄壮男子交手之际 将他带走 不过他们的计划根本没能得逞 因为一察觉到他们两人的动向 王太生与雄壮男子居然立刻罢首 各自扑向了一个雪族女子 刹那间 四道身影分做两个战场 争锋激烈 陆夜就像是没事人一样 在一旁冷眼旁观 让陆夜感到吃惊的事 这四人全都是月瑶后期的水准 不过虽然境界相同 可实力却有些差别 那老者王太生的实力无疑最强 切实印证了江氏老的蜡这句话 其次便是雄壮男子 反倒是两个雪族女子的实力相对更弱一些 如此战场分割 两女明显讨不了好 姐姐 那苏软的声音忽然交呼起来 下一瞬 让陆夜惊乐的一幕出现了 随着苏软声音的响起 那雪族女子周身骚然弥漫出一片血雾 转而化作雪海昭四方弥漫 与此同时 另一个气质清冷的雪族女子同样催动其雪海术 两片雪海迅速朝彼此流淌 看样子是要相容一处 见他们如此动作 王太生与那雄壮男子也不甘示弱 起起催动其雪海术 眨眼功夫 这若大一片范围便被雪海包裹其中 不见光明 就连陆夜身处之地也没能幸免 雪海中 争风依旧 不过雪族姐妹明显更加心意相通 如此联手之下 比起王太生与雄壮男子的简单配合 对实力的提升更大许多 所以在陆夜的感知中 这三方鸡都竟维持住了一个平衡 他大为惊讶 因为他一眼就看出 这四个月瑶施展出来的不是普通的雪道秘书 而是很纯粹的雪族秘书 这四个修士 是雪族 不对劲啊 方才他们的谈话陆夜听在耳中 其他三人且不说 那王太生明显是个人族 怎么能施展出这样的雪族秘书 而且他们若真是雪族的话 那之前为什么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出半点雪族的痕迹 还是说他们都施展了卫庄之术 陆夜这边诸多不解的不到答案 雪海中传来了那酸软女子的声音 两位这样争下去没法解决问题 若是打斗久了 说不定还要节外生枝 既分不出高下 小妹倒是有个提议 讲雄壮男子的声音传出 让他自己选如何 他选择跟谁走 其他两方不得纠缠阻拦 随着这句话落下 王太生那边的争斗动静慢慢小了一些 可雄壮男子却是不依不饶 这个提议不咋样 这小子看着傻里傻气的 你们两个大美人当面 自有优势 王太生又与他同一种族 同样有优势 老子这边可什么都没有 再说了 之前谈好了规矩 那就得按规矩来 你们不按规矩来 那就休怪老子出手不留情 这般说着 他凶望一拳轰出 直接将自己的对手轰退出去 旋即转身朝陆夜所在的方向扑杀过来 恶狠狠地喊道 小子想活命的话就把除物界丢给我 否则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陆夜这边看戏看得好好的 本还想多探听一些核心世界的情报 压根没想到雄壮男子居然直接把矛头对上了自己 感受对方凶利气势和不得好处绝不罢休的决然 陆夜微微叹了口气 血气弥漫 透体而出时 浓烈年潮的盛性轰然席卷 若大雪海一阵动荡 瞬间崩溃 视野变得清明 陆夜依然安静地站在原地 按刀而立 身上淡淡气血弥漫 他身前不远处 朝着边扑杀过来的雄壮男子身躯僵硬 额头汗水遍布 面色惊恐 他的身后 那的气质清冷的雪族女子同样僵住了 雪白的脸颊愈发苍白 就连身躯都止不住地站斗 王太生的目光惊恐 肃软声音的主人小嘴张的能塞下一只拳头 几双目光齐齐注视着陆夜 各个眼中都溢满了难以置信 这突发的变故是他们谁也没想到的 几个人都将陆夜当成了香波波 谁知这个香波波摇身一变 竟成了让他们高山仰址的存在 不能理解 尤其是陆夜身上弥漫出来的盛性之恐怖 那是他们从未感受过的 在这种盛性的压制下 他们知觉面对陆夜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陆夜看着面前不远处的雄壮男子 你要我的储物件 雄壮男子吞了吞口水 知觉平生未有的大恐怖降临 笼罩身心 连忙把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面上挤出一丝牵强微笑 道有 这是个误会 陆夜淡淡地忘了他一阵 没有要追究之意 而是开口道 初来乍道 我有很多不解之事 谁能帮忙解惑一二 雄壮男子不敢吭声 王太身还在深入思量 那酥软声音的主人却立刻开口道 道兄想知道什么尽管问 我们姐妹之无不言言无不敬 书画间 给自己的姐姐猛打眼色 那气质清冷的女子会议 连忙跟着点头 陆夜汗手 这才收了自身盛性 几个月要顿时如是重负 街都缓了一口气 渴望着陆夜的表情依然满是惊骇和敬畏 着实想不明白 这世上怎么有人身怀如此盛性 少请 一块大时尚 陆夜安坐 收储长刀 四个月摇后旗排排站在他面前不远处 各个都表情拘谨 论修为 他们都比陆夜高一的小境界 可方才的精力让他们明白 陆夜想杀他们 不比杀一个小鸡仔困难 所以此刻哪怕陆夜坐着 他们站着 也没人敢有什么怨言 安静的等待中 陆夜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你们 是血族 四人一起摇着脑袋 王太生第一个开口 老朽王太生 是人族 雄壮男子接着道 周染 魔族 酥软声音的女子道 我们姐妹是血族 我是湘英 姐姐叫玄瑜 陆夜皱美 那你们如何能施展出血族秘书 湘英就知道陆夜想问这个 所以立刻解释道 道兄有所不知 但凡流落到这一方世界的修饰 不管以前是什么种族 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 都会慢慢拥有一些血族的特性 其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什么种族了 言至此处 他露出一丝苦笑